王老师,冰箱儿除了外热内冷之外,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点呢? 外热内冷在临床当中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表现,比如说拉肚子,腰息酸冷,小便清肠,手脚冰凉等等,这一些的表现可能都会出现。 冰箱儿确实是不好受,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? 我给大家提供一张方,这张方是来源于商行论当中的四逆汤,四逆汤它是由三味药组成的,第一味药就是腹脂,第二个是肝浆加上脂肝草,那腹脂它善于温养全身的阳气,通行十二斤,左耳不守,也就是说我们哪一丈夫的阳气虚都可以使用腹脂,但是腹脂由善于温渗养。 而肝浆呢,它是最善于温脾胃的阳气,温中阳,就中交阳需的时候用肝浆,我们也说呢,腹脂无浆不热,那么腹脂配有肝浆呢,可以说它的温阳的力量效果是最好的,而肝草呢,在这里起了一个调和主要的作用。 这个方子我感觉挺好记得,但是我有一点好奇啊,它方子里面只有三味药,那为什么叫四逆汤呢? 虽然只有三味药,但它叫四逆汤,因为中医啊,把这个手脚冰凉啊,叫四逆,所以这个方名呢,叫四逆汤。 四逆汤呢,在上寒论当中是治疗少阴寒化症,就阳区区有寒的,尤其是出现什么手脚冰凉,他用这个四逆汤吃完以后啊,手脚就不凉了。 那具体应该怎么用呢?喝多长时间? 因为父子啊,他有一定的毒性,我们父子的用量呢,大家可以六到九克,干姜呢,用十到十五克,干草呢,用十克左右就可以,煮的时候,就父子啊,有一定的毒性,所以说我们要用的话呢,大家可以把父子要先煮。